台股達人秀 投資朋友歡迎收看台股達人秀 讓我們一起投資一起變達人 我是佑廷浩 歡迎今天我們的語台來賓 總體經濟專家蕭光澤 蕭老師的大陸來我們現場 好好好 投資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特別探討 因為台股股市如果是從今年年初跌到現在 還不算是進入熊市 但是你像是費半 你像是納子 都已經百分之百落入熊市的區間 你像費半最大跌幅已經來到三成以上了 簡直是一個大空頭 那麼台股股市在目前的點位上 我比較好奇的一件事情是 人家都說在升息週期 這個新興市場相對於美元市場 可能賣壓來的更加嚴重 因為美元至少還在回流 而新興市場就變成了外資所提款的對象 所以我們先直接來針對一下 台北股市目前的基期點位 很多人說 台股現在一直跌 一直跌 雖然跌得不是很重 但是去年的獲利好 所以目前台北股市的本益比 已經壓到12倍以下 幾乎在中長期平均本益比以下 所以我就想問一下蕭老師 隨著本益比來到一個低檔的位階 到底是台北股市 因為現在跌幅不像費半那麼重 它到底該有的是補跌效果 還是反而中長期的投資點已經浮現了呢 我想如果說一個趨勢來看 在多頭的趨勢就是大家輪漲 你先漲我跟著漲 但現在整個大環境趨勢已經走空 所以它變成到一個輪跌的一個趨勢 就是你先跌了 你跌的差不多了 沒有跌的去補跌 我想接下來的一個空方趨勢 它還是會維持著大環境的一個走勢 在走 可能大家現在比較大的迷思就是 明明去年上市公司獲利那麼好 本益比這麼低 那為什麼還在跌跌不許 還在繼續跌 因為接下來的一個狀況就是 因為隨著經濟的反轉 這個物價的高漲 消費力道的一個縮減 接下來景氣反轉的力度 會很明顯會很大 所以應該來講 在今年整個上市企業來看 今年的獲利要跟去年比 它會下滑的幅度會很大 所以你可能要把這個迷思先拋開 可能你現在看跌的部分 本益比壓這麼低 但在往下跌的部分 如果說這個獲利下滑的幅度 比股價下滑的幅度還大 那反而在往下跌的過程 本益比反而往上走升 所以這個大家必須要去做這樣的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心理的一個準備 所以等於是跌到萬四 跌到萬五的時候 只要獲利下滑的速度 比股價下滑的速度來得快 我們反而有可能在萬四萬五 看到本益比反而往上走 對 可能本益比會往上走 我覺得蝦老師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們目前所針對 在本益比的公式當中 股價出於EPS 我們EPS拿的是去年的獲利水準 對 今年的獲利水準 或者明年的獲利水準 我們還無法做一個立即的預判 也有可能在明年 如果全球陸續進入景氣衰退之後 獲利下滑的速度 遠比目前股價下滑的速度來得快 所以這也是基期指標當中 我們特別要注意的一個點 我們就談面板做例子 面板大家覺得去年獲利那麼好 那今年第一季呢 它剩下0.1 0.1多 那可能下半年它變成虧損 所以你如果說 拿去年的獲利來算本益比 它當然不準 尤其是景氣巡返波動很大的 它有可能去年大賺 今年可能變成損益兩平 明年可能變成虧錢 所以你怎麼去算本益比 這個就是股價它是反映未來 它不是反映過去 那你不能用過去的獲利 來算目前的本益比 你應該用未來的獲利來算 接下來的一個本益比的評估 沒錯 你這樣讓我想到 我們有時候存股足 在算這個殖利率 也是拿去年的配息 來現在的股價 那可能喔 未來殖利率會飆到10% 20% 為什麼 因為股價可能跌得更快 所以大家反而這個時候 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在基期指標當中的使用 好 那我們就假設 台北股市可能 現在還是具有這種補跌壓力 畢竟它相對於肺半納指 跌幅都還要來得輕 那這個補跌效應 它會維持到什麼時候 才能夠見到底部呢 我們中長期要怎麼看待 台北股市本輪的修正 我想如果說一個趨勢行程 它一定有它的原因 那我們知道最大的原因 就是通膨已經 逼近到失控的狀態 所以FED 美國FED 它畢竟要去壓通膨 就是要把這個通膨的一個漲勢 把它壓下來 甚至把它壓到它 認為合理的一個狀態 那FED的目標呢 通膨目標是2% 好 那現在呢 美國的通膨是超過8% 那你在從8%一直降到接近2%的過程 它就勢必要一直去升息 一直要去收縮資金 把這個通膨壓到它要的目標 那如果說它沒有到它的目標之前 它接下來的升息動作 它不會間斷 那不會間斷 收縮資金的動作 它也不會持續進行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沒有改變之前 那整個大環境的一個方向 它就不會改變 所以如果說要見到這一波的空頭落底 那大概就是要來到這個FED 升息目標達到 就是通膨的目標達到 那如果說它的一個通膨目標就是2% 那你至少要看到 美國這個所謂通膨的一個數字 它降到3% 它才有可能會把它的升息跟收錶的動作停下來 那我要問一下小老師 那如果按照您到這個3%的時間線 大概是落在什麼時候 我認為沒那麼快 現在都還有8點多% 而且現在會不會升到9%都還不知道 那一般來講 就是說利率政策對於這個所謂的 實際的效果它可能要低延6個月 也就是說你要見到通膨見頂 可能要到今年年底 那到明年如果說效果開始出來 那它開始往下滑落 那可能萬一如果說我們以8%為基準 你大概要壓到3% 你可能要半年到一年時間 那所以我認為在FED的利率的一個 調升的一個時間點到頂 那最快可能到明年中 最慢可能要到明年年底 那也就是說這一波的空投趨勢 或者就算它落底 盤的時間會比我們想像中還要來得長一點 那我就好奇了 如果按照這種角度來看待台北股市的話 它肯定有一個持續補跌的效果在 那我可以說現在是反彈即空點嗎 反彈到什麼程度 反而是我們進行台北股市相對應對沖 或者做空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剛剛談到一個原則 是大環境的趨勢沒有改變 那股市的行情的趨勢就會隨著大環境去做發展 那既然環境是一個走空的一個環境 那股市當然它其實長期的一個趨勢就是走空 那走空的過程 其實我們就很簡單 你就抓技術面的一個壓力點 因為技術面會成為壓力點 就是代表的是 例如說這邊在之前 那個頭部停在出來的一頸線 它就是一個反彈的壓力嘛 這邊再跌下來 反彈到下一個頭部的一個頸線位置 又是壓力 那現在又跌下來 那這邊你再畫出一條 又是一個小的一個頭部的頸線 那你就每一次的反彈過 你就抓這個之前形態的一個頸線位置 它大概就是一個反彈滿足點 所以現在來看的話 是16200點左右了 對現在的一個主要的空方壓力 在16200點那個位置點 OK 那如果我們這樣講好了 好 那每一次的反彈 我嘗試的用頸線的位階 來去抓住它的轉折點 那可能反彈 我也可以算到一點 空點位也可以算到一些 但是如果以中長期趨勢 我們從技術角度來做檢視的話 整波台北股市的修正 目前從中長期來觀察 要怎麼做 如果說我們純究技術面的一個觀察來看 其實從在去年5月份 5月份那邊有一個最大量的位置點 然後拉出一個往上的一個線型的形態 這個線型型態就是所謂的上升線型 那上升線型呢 我們一般來講 如果說你懂技術面 它不是一個多頭型態 但它的型態是比較強的 就是高點不斷的往上創高 低點也不斷往上墊高 你表面上看起來這個多頭型態 但是下方的成交量 在往上移的過程它是持續的萎縮 這是所謂的上升線型 上升線型它是一個右多型態 它不是一個多方型態 那右多型態就代表的是 這個線型結束之後 代表的是趨勢要反轉 那我們看到它這個線型完成之後 它就明顯的往下落 那如果說我們技術面來看 這個這個型態的最大量 是在去年5月份 那個最大量位置 它有一個低點出來 那如果說技術面來看 這種量價背離走勢結束之後 它是必會回撤到起張點 以現在來看 這個起張點還沒有回撤到 所以如果說 你還是認為這個景氣 還是沒有什麼問題 還是認為這個台股是在一個 多方的一個結構之中 你至少等到它回撤那個低點 確認守住了 然後開始形成一個量增價揚的量價結構 它才有機會再回到一個多方的格局 但如果說我們剛剛談到大環境的狀況不對 大環境的狀況是一個空方的環境的話 那我認為那個回撤下去它會跌破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前一波的景氣位階 大概是一萬五千兩百點左右 就去年5月份 當時也是受到疫情所引起的股市的下修 如果這一波守住的話 的確也許要看一下到時候的景氣 如果有轉好的現象 可以多做留意來做一些部件 但是如果這個12500跌破的話 那就是一整年的套牢賣壓了 對 它就是一個超過一年的大頭部型態 好 那如果是一個大頭部型態 我們知道 當一個趨勢反轉 一個大頭部型態出來的話 最小的空方的下跌 就是一個等幅測量距離 哇 你說直接測到2020年初當時的 對 它就是一個空 最小的一個等幅測量距離 它就是一個空方趨勢 最小的跌幅滿足 那最大就比較難去評估 哇 那這一波這樣來看的話 跌幅就真的很重了 如果說我們以時間點來看 等到美國FED把通膨壓到接近它的目標 等到它的升息循環結束 大概還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 那這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 如果它是一個空方趨勢發展 其實來到那個位置 它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欸 這樣就很有趣了 因為我們常跟蕭老師聊到說 現在我們所面臨的是 過去一整年的套勞量 我還算過這個成交量 如果過去一年 因為現在是完全跌破 成交量加起來有100兆台幣 所以這是非常重的賣壓 這跟2020年3月份 當時新冠疫情所造成的賣壓不同 當時是短線上的急跌 而且是量縮急跌 所以反彈當然就很有力 所以我就不免要好奇 就是說我們在過去一段時間 所看到 大家台北股市可能要做適度的修正 我們要做一些防禦性的建倉 所以金融股在過去一段時間的激起 也是有受到明顯的買盤效果的 可是到目前為止 整體它的買盤效果也在退卻 大量系統單的賣壓 金融股似乎產生一波的補跌效果 那我們過去所說這些防禦性部件 買一些高值利率的 現在還適宜做這些建倉嗎 我剛剛談到的一個原則就是 你所看到的高值利率 所看到的低本益比 都是去年的數字 那今年從面板開始 它這個景氣反轉已經相當的明顯了 而且它不會是只在面板 因為你面板大家用量少了代表 搭配面板的所有需求都往下降了 那像手機這一部分 在今年銷售的一個下滑的速度也很明確 所以它會是一個持續的擴延的效果 所以你不能夠用去年的獲利 去年的一個數字來評估接下來的一個狀況 你要留意的是這個經濟景氣一旦反轉 應該是所有的產業都會受到影響 那最明顯的 其實在面板反轉之前 為什麼費半會跌那麼重 因為整個半導體就是所有產業的最上用 它對於景氣的連動性是最高 所以這一波美股最主要跌最深的 也是在費成曼納地指數 那我們剛剛談到的就是 金融股我們來看 其實在4月之前 台股對於美股相對抗跌很明顯 我們幾乎都不跌 那美股一直跌我們幾乎都不跌 因為金融股在4月之前拉了一段 它創了新高 那這一段呢 它當然第一個是反應升息 升息對於金融股來講 它是有利的 因為升息這個利差會擴大 所以對金融股它是一個比較偏向利好的一個環境 另外就是可能在4月之前 台股有一些互盤動作 那互盤主要就是八大行庫 八大行庫如果經常互盤 多少會買自己的股票 所以就把金融股拉升上去 但是接下來4月過後 金融股開始進行補跌的時候 它就會造成台股在4月過後的跌勢 就開始跟上美股的一個腳步 就比較接近了 至於它到底在跌什麼 它開始在反映未來 反映未來 就是說金融股未來有一些利空 那就包括資產減損 資產減損就是 因為金融股在 它的資金最主要放貸之外 那其他的資金 它大概是建立一些金融部位 包括債券的部位 包括股票的部位 那我們知道在今年其實債券 我們不要小看 小看這個所謂行李公債值率 從1%漲到3% 那就是說 公債價格就是從99塊 然後跌到97塊 對 公債殖利率跟公債價格 呈現反向關係 對 就是從99塊跌到97塊 大概就是跌個2.多% 但是因為它的部位很大 這跌個2.多% 如果說它的部位很大的話 其實它造出來 成就出來的一個 這個資產的減損的數字就很大 再加上這些股票部位 我想這些 這些金融股 他們的股票部位很多 還是有美股的 例如說蘋果 你看今年跌了多少 例如說NVIDIA NVIDIA應該大家都有 你看它今年跌了多少 好 那所以它就出現什麼 出現在債券部位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價值的一個折損 股票部位的價值 今年是股債同跌 對對對 好那這些 那你在這個所謂的損益表上 你看不到 但到年底 年底它的資產 會不會出代表 它就要認列 認列它這些 資產部位 持有的一個 跌價損失 這就是有趣的狀況 其實蕭老師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你像台灣目前的金控股 普遍都還沒有接上IF17 IF17是有說明 這個損失是要足跡認列的 但是我們是一年才認列一次 對 而且是有這個實現的獲利情況底下 才會去表現出目前的虧損狀況為何 所以其實很多目前在美債的大跌 加上股市的大跌 還沒有實質的反應到財報身上 對沒有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都是所謂的損益表 對 損益表在資產折損的部分 它不會認列出來 好那你在年底去看財報的時候 其實它也不會出現在損益表 它是出現在資產負債表 對對對 好那所以呢我想這些金控公司 為什麼最近會這麼跌 那你等到今年年底的財報 你看一下資產折損的部分 你就會知道它是為什麼這樣跌 那隨著10年期美債殖利率的走高 現在已經來到3%的水準了 你在往上升1% 就幾乎可以把它視為高殖利率的水準了 可是真的殖利率水平會來到這麼高的水位嗎 如果真的那麼高 那我現在幹嘛買電信股 我幹嘛買金融股呢 這一些高殖利率穩定的配息股 我不如就買這些超級飽本的 10年期美債就好啦 對所以現在可能大家還不了解 為什麼這些配息這麼高 為什麼都一直在跌 其實道理就是在這裡 因為以10年期公債殖利率來看的話 現在在3% 如果說你長期認為 我固定3%的報酬就夠了 你就可以去買這個10年期債券了 但是我的觀點 因為現在升息循環 這個債券市場它還是空頭 你要等到這個所謂的美國的升息循環結束 那個時候去買債券就是一個相當好的一個時點 我剛剛談到的是 以美國的通膨它的目標是2% 那2%如果說你等到這個它的通膨率壓到3%附近 它可能這個升息循環就會結束 但是如果說在壓這個通膨的過程 美國FED我的觀點 今年的FED的率率目標可能是3% 那明年如果說通膨還沒有壓下來之前 它可能會繼續往上升 繼續往上調 可能調到5%也有可能 那如果明年調到5% 那個10年再建值率它可能會超過5% 它一定會超過5%不能說可能 一定會超過5% 因為FED的率率到5%的話代表的是 你去美國定存是5%的利率 它是完全沒有風險的 那債券它雖然價格的波動比股票少 比股票少很多 但是它還是有一個價格波動風險 所以它必須要有風險貼水 那萬一如果說壓通膨的過程 美國FED的率率來到5% 那可能這個債券值率就會到5%以上 那個時候如果說你覺得就是通膨已經壓得差不多 徵期循環結束 那那個時候去買美債 這個固定的報酬率有超過5% 那總比你現在用去年的獲利 來看今年的股息要好很多 這很有趣喔 因為股票資產它畢竟是風險資產 對於未來的獲利它有不確定性 但是債券它的配息已經固定好了 只是價格的變動會影響到殖利率的變化 所以隨著它的十年輕美債殖利率持續的走高 反而可以值得大家來多做一些借金喔 好那我們回到金融股的層面 到底現在受險業已經所受到的打擊 和資產的賣壓幅度它會增大多小 如果已經持有這些金控股的話 我現在是加碼嗎 還是我要停損等到一定時間再來進行回補呢 我認為你在這個過程喔 因為這個利空剛剛爆出來 所以你等這一波稍微反彈過後 我認為還是要減碼 你不要去做一個持續性的加碼 因為你現在去加碼 你倒不如等到這個債券殖利來到5%之上 這個我想比任何一家金融公司的一個 但是可以等反彈啦 等反彈再進行 稍微等反彈 好那這一波其實金融股主要疊視就是從 南產人壽這個媒體報出來 就是他們在持有美國債券的部位很大 所以他要去在美國債券價格的這一段的下跌 他要任列的這個所謂的資產的減損 可能有超過5000億的一個部位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談到 當這個潤泰權因為南產人壽這個 這個所謂資產減損的利空出來 他開始往下跳 他是爆量下跌喔 好那他就引動到我們就聯想到 包括受賢 任泰權就是這個受賢為主嘛 好你就看到包括富邦金 包括國泰金也開始跟進往下落 都是大家已經意識到嘛 意識到 隨著這個債券價格的大跌 這個股票的一個大跌 在整個金控他們到年底這個資產減損 現在看起來這麼大 萬一債券繼續跌呢 股票繼續跌呢 可能到年底這個資產減損的幅度 可能會超過大家想像 那我問一下蕭老師喔 因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受到資產價格大幅影響的大部分是受賢股 因為他們具有龐大背後龐大的資產嘛 那如果我就是做那種小銀行 標準的銀行股放貸股 我擁有的資產規模不是特別大 我主要是進行這一種利差借貸上的一個便利呢 隨著升息循環是有利於放貸股的嗎 這個是這樣好 其實這些部位不是只有受賢股有 例如說我們觀股 像第一金、华南金 其实他们在债金部位跟股票部位也不小 其实都有 只是说比规模的大跟小而已 如果说以第一金、华南金来看 当然这个部位没有像这些受限股那么大 但是他们还是有 这个利况还是在 所以在这一波的跌势 最跌最多的是国泰金跟华南金 那你看到第一金跟国泰金 跟所谓的富方金 那这些关股因为在先前 富盘有拉升上了 所以当这个拉升的动作结束 他们现在把它还原下来 因为它的确包括这个债券部位的减损 包括股票部位的减损 其实他们也在 只是说影响没有像这个富方金和华南金那么大而已 所以我们如果假设好 就挑两件明明的 比如说中信金、玉山金 等于是说我们现在所持有的部位 反而可以划条颈线 来等待它反弹的时候 适度的进行做一些调节 等待着整个空头趋势 持续的去估值的时候 这个时候再来进行相对 像这个肖金的部分 其实他们对于这个 利差的扩大是受惠最多 但是还是有一个负面的因素就是 随着经济景气在反转 景气不好谁要跟你借钱啊 而且呆账会大幅的增加 呆账损失会大幅的增加 那这个呆账损失增加会不会把它的利差 扩大所收到的一个这个获利的增幅把它抵下掉 其实都是有可能 因为景气一般我们知道 你跟银行借钱就两个嘛 一个就是做生意嘛 那现在疫情这样 那做生意能赚钱的有几个 那万一做不起来倒了呢 再加上如果说最近很多人是借钱做股票嘛 借钱做股票呢 那今年赔得这么惨 那会不会出现钱还不出来 其实这个比例都很高 所以当景气开始反转呢 你要去小心这些所谓的 还有像这个所谓的刷卡消费 万一现在我股票赔那么惨 我也没钱还 那个呆账会上来 这个我想也是在反映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金融股不是说它跟大盘的联动度比较低 而是它是波动度比较低的景气循环类股 它还是会按照景气的模样来进行相关性的变化 那我们问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好了 好我们就假设目前台北股市 各大类股其实都在轮动 有些先跌有些后跌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就是那些先跌的 它可能未来的跌幅它会稍微缩小一点点 等待着那些需要补跌的跌下来 再持续进行景气的下行 可以这样来做理解吗 对现在的一个空方趋势的一个循环就是这样 所以台积电已经跌很凶了 是这样的意思吗 台积电如果说你比较其他的像利旺 好像这个系列 它的跌幅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强 因为他们补价都是腰斩 超过腰斩的情况 台积电其实你要它腰斩大概要到300多块 所以相对它的跌幅还是没有那么大 所以半导体股它算是领跌 而金融类股现在正在补跌 对现在是在补跌 那如果我们最近还明显受到中长期支撑的 比如说航运类股呢 长龙到目前为止 整体股价似乎还在一个中长期的买盘力道之下 就是跟面板股一样 大家是看着去年的获利 而且这个航运股第一季的获利也还不错 也还在维持一个高档的位置 但是我想马斯基也说了 可能到今年下半年 这个货币航运会正常化 所以正常化就是 你把这两年排开来看 在前年之前它二三十年 其实它一年获利大概就一块多两块 那如果正常化的话 那你再去用过去的一个高获利 来算目前的本益比就不合适 就不合适 你要去小心 接下来可能它的基本面状况 会跟面板一样 当那个转折点出来 它的下滑的速度会相当大相当快 好 那我们看就是先前大家人气比较多的就是所谓基建 这个所谓美国基建 钢铁原本是强势 但是轮到它补跌的时候 它就开始往下跌了 而且它补跌是很用力的跌的 对 跟金融股差不多 那现在航运它还没有补跌 所以你要去小心 如果说轮动到航运补跌的话 接下来它的一个补跌走势可能也会相当的激烈 所以先跌的有可能稍微先反弹 但是后跌的它补跌的压力其实就很大了 这个肖老师在这边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 其实我们看到过去我们一年多来跟肖老师合作 肖老师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 他在过去一年来对于今年台北股市的立场 肖老师一直都看得很准 只是随着景气时间的自然发酵而已 所以我相信未来景气可能大家一片悲观的时候 我相信到时候肖老师又回到一个多头格局当中 因为景气就是会有周期 股票本身就是会有波动 我们作为总体经济的研究者 就是在寻找自己在整个景气循环当中 自己处于哪一个位阶 那节目到这边 如果投资朋友有更多的兴趣和想法的话 也可以欢迎各位可以加入肖老师的Telegram 以及Lineat 里头也会有非常多的总体经济的讯息 不管是产业研究还是个股的分享 提供给大家作为一些操作和借鉴 我们节目到这边 记得订阅我们G-MONEY频道 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期再相见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